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岁一个人去北京的时候 家人都不在身边 谁爱你呢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 他不再是家里的宝贝 而是一个需要自我奋斗的个体 所以他不得不学会自我成长 学会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正是他在家庭中受到的关爱和培养 让他具备了积极向上的品质 在诚意的成长过程中 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的爱让他有了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动力 面对困难 诚意展现出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态度 他没有被困境击倒 相反 他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 他相信 只要自己肯努力 付出更多 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 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他战胜了一个个难关 不断取得了成就 诚意的成功经历是一面镜子 无疑激励了许多人 之前在活动中有粉丝写信给诚意说 在考研的路上 多少次都想放弃 但是每一次都想到诚意说的话 少抱怨 多做事 准没错 一次次的激励住他 最后终于考研成功 诚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敢于付出并保持积极态度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迈向成功的道路 让我们向诚意学习 少抱怨 多做事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